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师江 今天我们来总结 锅草机中途熄火的八个原因 和八个解决方法 中途熄火意味着锅草机启动以后 运转一段时间 短则一分钟,几分钟 长则十分钟,二十分钟 一起就自己熄火停机了 第一个原因,最简单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原因 就是汽油箱箱蓋的通气孔堵塞了 我在上一期视频当中 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检测 或解决方法的演示 我已经把视频的链接 放在下面的说明区 大家可以去观看 我在这里要补充强调的是 容易造成通气孔堵塞的 是一些遇到水 或者遇到汽油 体积容易膨涨的可力 比如去木头的粉末 干的水泥粉 以及干的面粉等等 第二个原因 是汽油过滤器堵塞了 造成燃油供应不连续 一般汽油箱里有个过滤器 有的机器在汽油箱与化油器之间的输送软管上有个过滤器 同样我在上一期视频当中也介绍了如何观察汽油流动 来判断过滤器是否堵塞的方法 确认了过滤器堵塞以后 最好更换为新的过滤器 第三个原因是高压线圈也称为点火线圈坏了 输出的电压不稳定或者电压降低 使火化塞不能正常的点火 高压线圈的小毛病通常是固定件松浪 或者插头接触不了 大的毛病就是铁瓷心有问题 需要更换 我有个前期视频专门演示 如何用四字电表测试确认高压线圈的问题 视频连接也放在下面的说明区 第四个原因是火化塞故障 使得打火不稳定造成的 火化塞故障通常是插头接触不了 或者尖头探核堆积太多 除了定期清洗以外 最好不要频繁地更换汽油的标号 或者更换润化油的来源 不然探核堆积会很快 关于火化塞的检测和维护 我在说明区列了三个前期视频 供大家参考 第五个原因是调速器或速控器失调 弹簧老化 连杆卡住或者义无进入是常见问题 检查过程也比较简单 就是相关的零部件数量比较多 我在下面列举了一个前期视频 专门介绍这个问题 供大家参考 第六个原因是化油器问题 如化油器的偶像 法针卡住了 不能上下一动 这样影响连续供应汽油 还有一个和化油器连在一起的 是组峰门 也常常卡住 影响发动机进气 这些原因的检查或维修 都不需要拆下化油器 也不需要打开化油器 只要在外面操作就可以了 详细的过程 参考下面说明区 我列举了一个前期视频 第七个原因也是化油器问题 和上面第六个原因不一样的是 需要打开化油器才能维修 如针法定位和喷嘴堵塞问题 我个人认为打开化油器本身并不能 需要的是耐心仔细和时间 至少一个小时 部件小通道也小 需要认真的对待 我在下面列举了一个前期视频 专门介绍打开化油器和维修的过程 如果你正准备打开你的化油器 最好从前到后 先看一遍我的视频 然后再动手 这样避免出差错 第八个原因 也是我今天提到的最后原因 就是发动机气缸锐进排气法卡住了 我们需要打开发动机风图上的几个螺丝 才能看到吸气法排气法 通常我们只要手动松松法门弹簧就可以 或者直接更换为新的弹簧 一般而言 吸排气法问题常常出现在十年以上的机器当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测试气缸锐的压力 来判断气缸锐的吸气法排气法的性能 我有两个前期视频演示了具体的操作过程 以上就是针对中途吸火这类故障 从简单到复杂的分布检测过程 我列举了相关的十个前期视频 为大家DIY提供参考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或提问 好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